還是要來談一下 我們的粉紅超跑 是 講到小孩 媽祖很愛小孩 真的很愛小孩 但是今天早上 在十點多的時候 媽祖去了一個地方 其實剛才聽了 這麼多來賓講的話 我覺得媽祖去到這個地方 讓我起雞皮疙瘩 他到那個殺戮的檢疫庭 所以媽祖也很關心時事 他也知道現在整個虐童案 整個法院 整個司法的問題 他到了那裡 突然聽到大家這樣一講的時候 我一驚 我就覺得說 他去的地方 然後最最重要是 他們的人有出來 他們出來以後 他們就謝謝媽祖 來到這邊來看他們 來幫他們加持 然後也希望他們的 那個整個工作能夠很順利 最最重要的 最後一句話 他說 希望能為人民伸張正義 這是檢疫庭裡面的人 出來講的 那我覺得反映到剛才 大家所討論的問題 我覺得 聲張正義好像是我們現在 真的很需要的 那當然媽祖愛小孩真的是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一個通關密碼 叫做 媽祖 媽祖我愛你 只要媽祖聽到 小孩子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那媽祖就一定會過去 那點生到去年開始 就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就開始 媽祖就把他們的才藝秀出來 好 他們就開始 對 媽祖 我愛你 這是我們 我們剛剛我們都開玩笑說 這個叫做通關密碼 因為媽祖只要聽到這個 就說媽祖 我愛你 它就會過去 它就幾乎 就是一定會往那個方向走 那現在很多小朋友 他們就是會利用 今天 這是今天稍早的畫面 就是說 他們在那邊跟大家說 加油 我們所有的鑲丁腳要加油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在替我們大人 在喊加油 所以呢 就是媽祖也很喜歡他們 然後最最重要的是 他們現在會打太鼓 然後用那個浪塞 來吸引媽祖的注意 然後讓媽祖就是能夠過去 這個畫面呢 就是剛才我們浪塞的畫面 是我們昨天的畫面 那現在我們看打太鼓的畫面 是我們去年 媽祖因為他們就是 用太鼓的聲音 還有那個媽祖 媽祖我愛你 來吸引媽祖過去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只要這些小孩子 展現他們軟膿的那一面 媽祖絕對絕對 就是一定會過去的 不只是愛小孩 媽祖也聽哨我們老花人 對 沒錯 就是我們 我要講一個 就是我們曾經 在前幾年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阿嬤 她真的有很多的心事 想要跟媽祖講 可是在跟媽祖講的同時 她又很害羞於說 跪在那個前面 所以她就在那個 一個牆角旁邊 她就跪在那牆角裡面 然後就在跟媽祖說她的心事 因為他們家裡的孫子 就是有一點點 在行為上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她也管不了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都沒有人 就是注意到說 那個阿嬤就跪在那裡 可是媽祖的人 那個轎子一衝到那邊的時候 大家就發現說 這裡怎麼跪了一個阿嬤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等到 人群散去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的畫面是 這個阿嬤就是也是一樣 在那個很角落的地方 然後媽祖 就是大家都是目光 就是媽祖還有這些神尊 可是媽祖就衝過去 然後那個阿嬤的身體 就是幫她加持 讓她阿嬤的身體更好一點 那阿嬤的基本上 她就是一直在那邊 然後跟媽祖說說話 她就已經覺得非常開心了 那再來就是阿嬤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老一輩的 就是在我們白沙盾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老阿嬤 她是曾經幫媽祖 就是沐浴更衣的老阿嬤 那她就是跟阿嬤就是有 跟媽祖換衣服 對 媽祖換衣服有專人嗎 一定都是專人 因為它不方便給這麼多開放 像我們的工作人員就問我說 那我們可以拍嗎 我說不好意思 熱血的不行 那個是在很隱密的狀況下 在那個媽祖的神龐裡面 就是不對外的 所以都看不到 那這個阿嬤她幫 她就是因為她的小孩的癌症 癌沒了 然後這個小孩才跟阿嬤講說 她已經不久已認識了 那阿嬤就說妳怎麼沒有 就趕快要去找白沙圖媽祖 求她幫忙 他們家就在媽祖廟的旁邊 然後呢 媽祖也無能為力 因為已經到埃末 而且已經到最後一個階段了 那當然她的小孩就走了 走了因為我們白沙圖的習俗就是 只要妳有傷事 妳是沒有辦法碰住 這些媽祖的淨香事宜的 所以那一年阿嬤就沒有幫媽祖換衣服 那就換別人來做 那從此以後阿嬤也覺得很生氣說 為什麼媽祖沒有救我的兒子 然後呢就我不去了 我再也不要去媽祖廟了 我再也不要去拜拜了 我也不要經過這個媽祖廟了 所以每一次她要去買東西 她就是繞一大圈 她就是絕對會繞過那個媽祖廟 有一天她一樣又是要走一大圈 可是就走出來到一個小巷子的時候 她突然覺得那個霧好多 把整個那個小條的路 因為她不走大馬路 所以她就走小路 怎麼小路都是霧茫茫的一片 整個都起霧了 然後她就走了一個多 再走很久都走不出去 突然她心已經說 會不會媽祖在跟她開玩笑 她就說你不要再這樣了 我不會去找你 就是你不要再這樣子了 我也不會去廣天宮找你 我就是不要去 然後呢 你不要再這樣子了 雲霧就突然之間就散了 然後呢 她突然發現 她其實就在離家不遠的地方 可是她走了一個多小時 她卻走不出來 就是她跟媽祖在賭氣 那媽祖也要戲弄她這樣子 就是一個 媽祖其實在我們 其實媽祖有很多多面向 不一定說 一定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 我們即將看到的 其實還有很多 媽祖跟信徒之間 還有很多小秘密